然后你是不是就会看到这个画面了 可以哦 所以我要继续教 因为我要取得资料 所以常用 取得资料 取得的是资料夹 对不对 所以在其他里面 它没有在这里 因为资料夹 我们通常取得资料都是取得档案 或者是取得SQL资料铺 那个database SQL server 但是我现在是要取得资料夹 所以点选其他 你知道现在如果我们就一直等他 一直等他 一直等他 等一个小时 他还是这个画面 为什么我也不晓得 这个时候要点一下 为什么要点这一下 我也不晓得 听得懂吗 我现在点一下给你们看 下一个画面才会出来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好 是不是出来了 你们听得懂听不懂 现在在过年期间 听得懂他还在过年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可是有时候才会发生 这不是每一次 我真的刚刚我试过去大力飞水 回来 他还是停留在他那方面 直到我点一下左键 你看我点一下那个左键 他是不是就出来了 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还是讲说 因为他需要很大的记忆体 很大的RAM 所以真的建议你们 现在电脑基本上 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偶尔他就是会出现 所以这种情形 接下来请选档案里面 档案的资料夹 当然你也可以选全部 全部我要告诉你 全部的话 你会看到像什么 其他有什么脸书在这里面 那个Twitter 那个IG都在这里面 他都可以去直接连进去 可是我要讲的是 是档案里面的资料夹 记得住 记得住档案里面的资料夹 连接 点了连接之后 透过浏览可以去找到 我刚是在下载里 对不对 本机 本机的下载 是不是有进口 我们就只先做进口就好了 然后确定 你只要告诉他那个资料夹在什么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 这个动作其实就很像开启就导 接下来他就说这个资料夹里面只有一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你一定要选合并并载入 然后合并的意思就是 未来假设你有第二个档案放到资料夹 第三个档案放到资料夹 他会整个这个表格会合并在一起 例如说你有第一个资料表 然后这是档案一 然后最接下来你又会有第二个资料表 他其实是加的概念 这就是合并 英文叫做Union 可以吗 你们一定不要再学到Cross journey的概念 Cross journey是在这边要继续增加来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观念 第二天才会教 现在我们教的是 就是一直不断在新增未来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只要用这一招 那以前Easeal是不是你就重画 对不对 一切重来 举例来说好了 你现在已经画了 110年的12月 就是新冠病毒的一个新增确诊 定例 的这个植条统计图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画111年的1月 拿到这些资料是不是要再重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Easeal它是重画 可是在这边 你只要把资料 直接放到这个资料夹 你之后图就画完了 而且它会一直不断的衍生 好 所以记得要选这个合并并展入 那接下来它就开始去 等于说去抓这里面的相关的资料 好 那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看到乱码 这边没有看到乱码 尤其是中文 数字没有乱码的问题 但是 中文字它是会有乱码的问题 有看到 如果你看到乱码 你就记得把它改 改成UTF-8 就是这边改 这个我们叫做编码模式 编码模式 编码模式有非常多 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编码模式 像阿拉伯文 它有这么多种 什么南斯拉夫有很多种不同的编码模式 那我们的中文 各位应该知道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有这几种中文的编码模式 有UTF-32 UTF-7 UTF-8 可以 我们要选择 如果你看到是乱码 请选这个 可是因为现在没有看到乱码 现在没有看到乱码 所以我们就维持这个编码模式 可以了解 真的会有遇到 会有乱码的时候 然后点选确定 其实我要告诉你 这些资料前面 我已经做了 花了好多力气 做了很多的数据清理 才不会是乱码的 这我只是要告诉你 因为毕竟是一个基础课程 甚至等一下我连韩式全部都写好 听得懂吗 就是不是为了要让你们卡住 听不懂 而是我希望说 你们大概只要知道说 这个观念就可以了 好了点选确定 建议